欢迎回到华视新闻杂志 梦想实践需要花多久时间才能达成心愿呢 2012年近30位身心障碍者组成了梦想者联盟 他们接受专业老师的训练 苦练歌唱 肢体舞蹈 也陆续成功踏上了表演舞台发光发亮 你一定很好奇眼睛看不见的人 要如何展现与伙伴间的默契和协调呢 而坐在轮椅上又如何变身武林高手 梦想者联盟成员与命运拼搏 永不低头的故事 一起来看 虽然说我失去了很多东西 但是跟一般人比起来 我觉得我内心跟精神的世界是蛮强大的 我至少应该要做一些事情 不要再这样子继续停留 我在就是看不见的那个时间 一路走来我觉得最重要就是要活在当下 这一刻 我有没有用心在过 生命有终点 但是爱没有终点 它会永远留在你的心里面 一场梦往往只属于一个人 但一个人却成不了一场梦 有勇气 有爱 你可以继续往前面 因为受伤的时候是2007年 然后受伤的五年当中吧 都不知道自己可以做什么 一直到开始有去学校做演讲 我是治老男孩林正伟 在我大三生大四的暑假 在活动的最后一天 意外发生了 但我醒来的时候一定是在家伙平台当中 我当时也没办法讲话 我就只能够躺在那边 然后每天就是看着天花板 什么事情都不能做 15年前的一场跳水意外 林正伟的人生从云端跌至谷底 看似前途看绿 重重险峻的未来 却因此开拓更丰富的精彩视野 二年一三年 重新去学唱歌 用力踹就能摔开伤心 Be yourself 人生来玩游戏 3 2 1 Let's go Be yourself 人生来玩游戏 其实刚受伤的时候会想说 人生大概就这样没细唱 跨越生命卫生区设下的阻碍 林正伟在十年前加入梦想者联盟 后来发觉自己 我在这个世界上 其实还是有事情可以做的 他从完全没有办法讲话 也只有气声 一直到现在 他几乎变成梦想者联盟当中 音量最强 然后长音也几乎可以是拉最长 对我来讲我觉得是奇迹 2012年 近30位不同障碍类别的身心障碍者 组成了梦想者联盟 承载着希望和创技 接受专专专业老师的密集训练 唱歌 舞蹈成为他们的萌生技能 斜杠专材 我们是梦想者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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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梦不难 如何圆梦才困难 夜师带领下的追梦人 梦想者联盟成员 得更坚定不理 勇往直前 国边舞老师李志尧 十年来耐心反复训练 初中未变 带着他们自信站上梦想舞台 所有人的舞蹈都从模仿开始 但对他们来讲他们看不到 所以他们连模仿的机会都没有 他们一学跳舞就必须得从理解开始 那个大腿夹走不要让它松掉 十年来的学习历程 总是以理解取代模仿 直求舞技更上层楼 舞蹈是完全看不见之后才学的 在摸的过程中 可能有时候会出现 类似像虾子摸象的状况 十九岁那一年的一场车祸意外 从此全忙的陈一诚 透过舞蹈的肢体动作 期待人生顺势转向 那眼睛看不到能做什么 每天在家里面就是吃饱睡睡饱吃 这样子的日子 你要这样继续过下去吗 可是我找不到一个出口 再一次有机会就是 去圆舞蹈的梦 加入梦想者联盟这样 修正为条 节长补短也相互提醒 每个动作务必精准到位 才能换来整体一致 趋近完美 你的胸长在这里 家瑜的胸长在这里 所以你们到底要在哪里 小花胸在哪 我刚刚是比这 他的胸在在肋骨的中间 小花胸在那边 我是OK的 我是可以的 所以你刚刚不知道吗 我剛分心了 剛分心了 深呼吸 你是可以的 深呼吸 你是有價值的 胡家宇是聯盟的夢想三帥之一 高二那一年的夏天 他的眼睛再也看不見光線 忽然今天看不見的時候 然後我就非常的慌 因為之前我所做的 所有的人生的規劃 就被打亂了 像我之前的時候 我是讀三類族的 我想要談一生 然後我想要 我有好多的夢想 我想要做好多的事情 不要再讓我的生命停滯了 我還是活著也 可是我怎麼好像感覺 像是死掉了 隨著時間越來越長 然後他甚至已經超越了 看不見的那種恐懼感 進入夢想者聯盟的大家庭 雖然依舊看不到外界的模樣 起了什麼變化 他卻深刻感應 人與人之間最純真善良的心靈溫度 因為我們會彼此鼓勵 然後我們會互相打氣說 加油 待會的時候要怎麼樣做 我們會互相提醒 就是透過去數 是第幾排第幾個 我就可以很精純地找到我所要的 他是身心靈療癒專家 而這也是他賴以為生的工作 我是夢想者聯盟的胡佳宇 我是身心靈療癒師 同時也是一位電台節目主持人 您現在正在收聽的是 FM96.3原住民族廣播電台 我是你的阿利安好朋友 來自布農族布嫩的 巴巴丁嘎嚕嚕 歡迎收聽聽見心在唱歌 歌英文字幕 光線也有差 然後那個... 那個入口快要到的時候 會有風啊 快要到那個... 轉角口 因為這邊是巷子 總是背著吉他外出工作 分享生命故事 以音樂傳達心靈溫度的小花 主持 創作 自彈自唱 他都很在行 這些都是他過去 從未想過的人生劇本 我在學校做生命教育演講 然後看到孩子們 其實有些可能跟我一樣隔代教養 然後又遇到家庭的家庭暴力 其實每個孩子都需要被鼓勵 生命有終點嘛 但是愛沒有終點 有勇氣 有愛可以繼續往前 七年吧 七年走出來啊 就是一開始你只是 因為看不見嘛 從單眼到雙眼到兩隻眼睛 沒辦法看見紅綠燈 只能看見一公尺 馬賽克模糊 很像濃霧裡面 然後沒有顏色的世界 那一旦看不見之後 你就會覺得 去哪都很恐怖 小花在一開始參加這個課程的時候 其實她唱歌是五音不全 她現在是夢想者聯盟當中 發行了個人的EP跟專輯的歌手 而且也是斜槓最多的 做按摩沒有什麼錯 只是自己覺得 為什麼看不見人 好像就被設定成 你們只能做按摩 所以我們雖然眼睛不方便 但是我們可能有手有腳 我們有很多想像的空間 應該還可以做很多事情這樣 好 開始囉 蝙蝠蝠蝠來 蝙蝠小蝠進去 好 請問你是蝙蝠寶寶寶嗎 好 蝙蝠寶寶 小花的女兒今年三歲 孩子是她歌曲創作 源源不絕的靈感來源 和丈母娘朱萬花成為一家人的緣分 小花由衷感謝老天爺安排的一切 雖然我這輩子看不見你 但我要讓別人看見我是如何照顧你 幸運是在花姐底下工作 所以她看見了真正的我 然後才願意把她的女兒許配給我 雖然小花是一個盲人 但是她在她的人格特質上面 比一般的很多明眼人 她更上進 她更樂觀 她更勇敢 她更積極 而且她對我女兒的影響 是非常正面的 甚至是我逼她們趕快結婚 快點 帶我出去 我喜歡現在的我 比以前的我更喜歡 那就是九折優惠九百元 她是身心障礙者一文推廣協會秘書長朱萬花 是夢想者聯盟的發起人 也是超級經紀人兼保姆 積極為勇敢追夢的成全打造舞台 是她一輩子的職業 我自己從八歲的時候就想要發行自己的唱片 那一直到三十七歲 總共走了三十年的時間才發行了第一張自己的唱片 我知道夢想的路途真的很遙遠 真的遙不可及 當市場音樂人有了比較好的發展的時候 我們當然也希望其他障別的身心障礙者不要被埋沒 她同時也是按摩站能穩定經營 始終處於一級備戰狀態的最佳管理員 阿姨 您好 電話接不完 行程幾乎滿檔 是她的日常 3月10日星期四 文字欄位 點兩下即可編輯 文字欄位 我的視力其實也很弱 只是我的視野很正常 然後顏色分辨很清楚 因為不會像小花說只有黑白這樣 愛花 閃耀著著手 牽著你 曾經 他們以為自己失去了全世界 就是有些事情一定要人家幫忙 這我可以承認 我甚至可以很坦然的 它不會不見 但它不會繼續無止盡地放大 因為有這樣子的一些經歷 所以其實對我來講 一路走來我覺得最重要的就是要活在當下 我有很多的這些生活的一些場景 我可以來做選擇 我可以來做努力 一場夢往往只屬於一個人 但一個人卻成不了一場夢 逐夢踏實的人會越來越能夠一起 在藝術平權的這條道路上 找到自己的位置 走在夢想的路上 他們堅持理念 永不放棄 每一步都是勇敢自信 夢想連結了你和我 擁抱了每一次寂寞 我是喜顧雅外 你訂閱華視新聞YouTube頻道了嗎 記得按讚 訂閱 開啟小鈴鐺 也不要忘記收看華視新聞雜誌喔